请听你的最后一道题目 我的答案是B 撒酒 祭奠 回答程序 黄鹤楼的诗 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三首吧 一个是李白的 故人戏丝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一个就是崔浩的 新人已称黄鹤去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那两个是什么 是文人的黄鹤楼 毛主席这个 把酒泪滔滔 新潮竹浪高 这是战时的黄鹤楼 战时当然 每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江场 但是黄鹤楼其实又不一样 这个武汉九省通渠之地 茫茫九派留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十字 武汉在哪 黄鹤楼在哪 就在那个十字的中心点上 我觉得站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历史截点上 再站到这么一个大的 地理节点上 才有这样一个大的篇章